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车已开启预售 并且计划于2024年正式上市 本次发布会主推换电模式 其中最大的亮点是 远程汽车将为换电重卡布局完善的能源网络 通过绿色运力平台为换电重卡提供智能的换电策略 合理调度车辆进行换电 理论上可以实现接近无限的续航能力 此外 该车型的发布在相关短视频平台有着很高的呼声 其中有赞扬 掌声 也有很多网友质疑车辆的实用性 甚至有人说它是工业垃圾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 订阅 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提起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私家车 家用电动轿车的占比日益提升 实际上 燃油货运车辆的能耗和排放更大 重型卡车的电能替代进展也比较慢 因此 新能源货运车辆的发展同样应该得到重视 对于绿色低碳交通运输领域 蕴藏的广阔发展空间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等市长钱志明分析指出 目前 交通领域能耗占全球29%左右 电气化程度方兴未爱 仅为1.3% 未来 电能替代增加10% 将会增加1.8万亿度电 这个终端市场潜力无限 近日 国家电头正式宣布 在低碳交通运输领域的布局 自2017年起进入绿电交通领域 国家电头通过探索 已形成两方面阶段性成果 以换电重卡为代表的电能替代 以氢燃料电池及系统为核心的氢能替代 所谓绿电交通 是指以清洁电力及绿电替代化石能源 依托智慧能源网 交通网和信息网三网融合 实现智慧清洁能源和交通 充电及储能设备的智能互动和深度融合 提高交通运输和物流的能源效率 及绿能比例 改善交通运输能源结构 最终实现清洁能源和交通行业的共生 共享和可持续发展 在电能交通替代上 到2025年 计划新增总投资规模 1150亿元 推广重卡20万辆 其他类型车辆37万辆 新增投资持有换电站4000座 新增投资持有电池22.8万套 在轻能交通领域 2025年前后 随着燃料电池成本大幅降低 加轻网络逐步完备 国家电头轻燃料电池 在汽车的推广应用 将进入规模化商业化发展阶段 换电重卡方面 根据国家电头的测算 在全国1000万辆重卡中 用于封闭场景内 重复短导运输的重卡 有100万辆 这部分重卡若全部实现电动化 可减少柴油消耗396亿升 减少1亿吨二氧化碳 126万吨氮氧化物 0.72万吨颗粒物排放 目前 国家电头所属融合租赁公司 成功研发全球首款换电重卡 并推向市场 以落地换电重卡及工程机械 累计突破5000台 运营里程累计超过600万公里 后续 国家电头将加大资源投入 加强模式创新 定制开发不同应用场景的电能替代 轻能替代交通运输 物流及工程用车等 不断挖掘能源工业互联网 用户测数字化功能 与能源交通企业合力打造 共享共赢的生态圈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 吉利新发布的电动豪华状卡 远程新汉H都有什么特点 首先在外观上 这辆远程新汉H就不同于以往常见卡车的粗狂 狂野 而是采用了极具未来感的车身设计 全包裹式的钝型车头前列 没有传统的中网 进气隔山 转向灯 后视镜等等 整车线条流畅十足 而这样的设计也使得它的风阻系数仅为0.35ECD 比传统燃油重卡要低得多 同时 车身外观还融入了大量的国风元素 比如前LED大灯和车尾灯的造型灵感 就来源于中国小传中的水字 也寓意着一路平安到达 水到自然渠成 让人很难想象 原来经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卡车 可以设计得这么好看 不过 如果仅仅是外观就让你一见清新 直呼哇塞 那当你打开车门进入驾驶室 一入眼帘的便是穿越时空的错觉 布衣的中控台 智能的双连屏显示 异形的方向盘 再加上舒适的可调节座椅 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豪华 而且为了营造出家的感觉 远程新汉H还将诸多贴心设计 融入到这台豪华重卡中 比如车内自带洗漱间 化妆镜 淋浴 洗手台 应有尽有 主驾驶旁还有一个电磁炉多功能平台 可以打开延展成餐桌 平时可以泡壶茶 煮备咖啡休息一下 而车外的两侧 一侧安装有滚筒式洗衣机 另一侧则是抽屉式的电磁炉灶台 可以在这里生火做饭 如此齐全的设施配备 硕士房车一点不为过 要知道 在中国有50%以上的司机 每天要在车上工作生活十几个小时 卡车就是司机的家 而远程新汉H 就是为了让你找到真正家的感觉 而不是苦逼的蜷缩在方寸之地 只能为每天的生活而奔波 当长途驾驶变成一种享受 这哪是辛苦的工作 简直是在自驾旅行啊 当然 除了舒适之外 远程新汉H还集合了诸多智能化的高科技 如 可双手拇指检测 驾驶员体征的方向盘 智能的双联屏上 还有电子雷达 电子倒车镜 环式摄像头 前式摄像头的集成式 多维感知系统等等 能够为奔波在路上的卡友 带来全方位的安全守护 智能的AI交互系统 还可以支持语音 手势 面部识别等多种交互方式 能够读懂司机的每一个指令 而且在设计时 远程新汉H就考虑到了自动驾驶 在未来 还会为质量重卡加入智能驾驶辅助技术 凭借中央预控制 超级算力 和出色的智能网联 大数据等一系列技术加持 允许驾驶员在某些情况下 进行自动驾驶 以及允许多辆卡车协调其运动的护送功能 另外 作为一辆纯电动重卡 远程新汉H将匹配纯电换电 增程换电 加纯P2混动 等多种新能源模式 并还将为换电重卡布局完善的能源网络 简单说就是 以后给车补充能量 不需要再去加油站充电桩了 而是拥有配备的换电站 届时 无需排队等候 也无需漫长的充电过程 只需换上一块新的电池 即可走人 拥有了接近无线续航的能力 创造出超越燃油车的使用体验 聊完了车 小编再给大家聊聊吉利 早在2014年 吉利控股集团 基于在乘用车领域 耕耘了多年所形成的科技生态 产业链 以及体系化方面的优势 整合全球资源 筹建了新能源商用车集团 并于2016年 正式推出新能源商用车品牌 远程汽车 目前 远程汽车已成为全国首 9个完成多能源布局 实现全系产品 新能源化的商用车品牌 而作为本次发布会的 另一个重头戏 远程汽车还公布了 2030年远景战略目标 据吉利商用车集团CEO 范宪军透露 2021年至2025年 远程汽车将进入创购期 首先引领商用车 迈入新能源架构造车时代 其次加速成购产业生态 构建研发端 营销端 在制造端统筹的 低碳循环产业生态圈 实现新能源销量25万辆 市场占有率21% 绿电综合使用率达到40% 2026年至2030年 则是远程汽车的供应期 在这一阶段中 远程汽车计划携手上下游伙伴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创建共同家园 实现新能源销量57万辆 市场占有率20% 整车全生命周期碳减排90% 此外远程汽车还以重构产业生态 创领灵碳路运为战略目标 携手华为 易卡通科技 京东物流 运达控股 传话智联 板邦 宁德时代 国宣高科 易为理能 协星 G7等11家上下游企业 宣布共建中国灵碳路运联盟 共同推动中国物流向灵碳 智慧高效方向发展 数据显示 今年1至9月 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 重卡 轻卡产品 同比较量分别增长 百分之237和1174 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百分之21和百分之25.66 均夺得细分市场冠军 随着此次新车的发布 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的实施 远程汽车未来也有足够的底气 在重构路运生产力 推动整个价值链向高效 绿色 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中 占据更加明显的优势地位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 就结束了 最后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